各位朋友你们发现了没有 美国现在一碰上中国 万事都不自信了 对吧 那个布林肯访问中国以后回来了 然后美国竟然要为布林肯辟谣 辟什么谣呢 说布林肯离开北京的时候 没有中国官员送鸡 这是造谣造谣 说布林肯结束对华三天的访问 中国网友拿他离开中国的时刻大做文章 说呢嘲笑布林肯来访时没有红毯 离开时也没有一个中国官员到场送行 结结实实的被中国羞辱了 但是这不是事实 那个美国说布林肯结束离境的时候 没有受到冷遇 说这个俄罗斯的媒体也跟着起哄 说美国大使布林肯从中国狼奔逃离 没有任何的官员送布林肯到北京机场 只有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为他的老板送行 会谈以后没有人陪同布林肯前往机场 然后呢布林肯显得很生气 对吧 这个事情呢 甚至呢国外的推特的平台上 也有很多网友说羞辱布林肯离开了中国 只有美国大使在机场告别 一个官员都没有到中国官员是羞辱了布林肯 其实呢 美国之音说这不是真的 中国外交部的美国大使的司长杨涛 在布林肯离开时到了机场呢 对吧 没有啊 人家送了送了那意思 你看 美国的媒体着急的解释 这就十分的不自信呢 对吧 就是美国的官员一遇到中国的话题 瞬间他的智商就回到了幼儿园水平 布林肯回来以后 你看说这话 说美国的芯片技术管制 不是为了恶阻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 你说这说的是人话吗 所以中国的网友都把他们当孩子耍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你不恶阻中国的科技 你干嘛要对他进行新片禁运呢 是吧 你看这说的完全都没有这个逻辑可言了 问题是一碰到中国 美国官员就全疯了 你再看看这个吧 耶伦回来也是胡说八道的 说通过了一个通胀削减法 限制条款 几乎完全阻断中国生产的清洁汽车电池组件 或关键矿物 那位说他是说的什么胡话呀 那耶伦老太太可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呀 是吧 他说呀 美国制定了一个政策来鼓励美国自己的绿色能源的生产 就是说补贴呗 他不是老是指责中国补贴吗 这回拿出一千亿美元来啊 要补贴 谁搞这个电动汽车 谁搞电动汽车的电池 然后呢就补贴 不买中国的了 你说这不是疯了吗 这不是疯了吗 对吧 你问题是你拿一千亿 你拿一万亿也不够啊 你这一千亿你能干点啥呀 中国的生产成本几乎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美国高昂的人工 还有工会 那让这个投资商直接就退缩了 你根本搞不起 你根本也这个投资不动 你说你拿这点钱 你能干嘛呀 还能完全阻止中国生产的汽车电池 那以前的时候美国这如意算盘 不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污染吗 重金属污染吗 对吧 你买中国的 那让中国干这些这个吃力不讨好污染的事去 现在怎么回事啊 这吓得好家伙也不提污染的事了 就直接要自己生产电池 全疯了 全疯了 一遇到中国全疯了 各位啊 不仅他疯了 这也疯了 那位说这娘们是谁啊 美国的网络安全局的局长 他说呀 中国的黑客可厉害了 把美国的基础设施的网络 基本上都要给占领了 你听听吧 我们看来的 threats to our nation none is more serious than Chinese cyber actors that are burrowing deep into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o prepare to launch disruptive and destructive attacks in the event of a major conflict now we're doing a lot on this to your point we can do more but let me tell you what we're doing now with our budget first we deployed threat hunting team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water, power,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to find and eradicate these Chinese cyber actors and we've shared insights with others before they become victims now these PRC hunting missions are just part of our larger hunting missions in just FY23 we conducted 97 hunt engagements to eradicate threat actors from U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just to fundamentally recognize that the way that China looks at data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han the way we look at data so when you talk about US based social media companies that data that is collected through apps like TikTok is availab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be able to use it for whatever purposes that they want and that's the real worry given the amount of data that's being collected on users here within the US and in particular children so how that data can be used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s we talked about earlier this is a government that is already burrowing deep into our US domestic civilia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ith the intent to launch disruption and destruction to incite societal panic and chaos and deter our ability to marshal military might and citizen will in the event of a crisis in Taiwan so we can't just separate the TikTok and ByteDance of China from the China that we know is going afte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e have to look at this threat as very connected 各位是不是疯了呀 那位说 这娘们说啥呢 这个闻着身子 这位非主流的 网络安全局的局长 说呀 中国的黑客 侵入了美国的 网络的基础设施的 方方面面 黑客帝国看多了 对吧 他就是看科幻电影 然后才当上的局长 知道吧 然后呢 中国的黑客 准备破坏 这个美国的社会安定 然后呢 中国政府呢 对美国儿童的数据 特别感兴趣 不是你这把中国政府 说的跟个变态似的 是吧 美国选出来的这玩意儿 这个闻着身 然后上上下下 都是疯子 你看 对吧 就这了 就这了 那位说他说这些风话要干嘛 要钱啊 他要给美国每一个计算机旁边 都配一个他自己的员工 看着 那位说行啊 那美国的钱 纳税人的钱 不是都花到这些没用的地方了吗 对对对 美国的效率 那就是如此的低下 你知道吗 而这玩意儿都传染 这风病都传染 你知道吗 你美国的宇航局的局长一看 我靠这娘们说的这么邪乎 那钱都给他了 那哪行啊 我也来吧 美国宇航局局长确信 中国正在开发一项太空的秘密的军事计划 那至于什么秘密呢 哎 议员我不能跟你说 你给我钱我才能跟你说 是吧 那个神舟十八都上天了 他们神舟十八上天之前 你看他们还能在那跳舞呢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暗号 我告诉你 这神舟十八发射的 喊话哪个大哥刷个火箭 这就是暗语啊 这不就是那个给美国潜伏的 中国的特务发信号吗 那肯定他们上席后 那干秘密的军事任务去了 那人们说什么军事任务啊 干这个去了 卫星抓卫星 中国又一向逆听技术亮相 中国实践21号卫星 成功俘获了失效的北斗2号卫星 将其拖到了目标轨道后 自己又回到了地球静置轨道 美国认为中国既然能拖走自己的卫星 是不是也能拖走美国的卫星呢 对此你怎么看 你看 这不是秘密武器吗 你给钱拿钱拿钱 你比如说 这都上上下下 这不都是疯子吗 对对对 都是疯子 那个不仅是太空 中国呢在这个无人机领域 你看没有 好小伙 这大疆做出了无人 无人机昆虫 苍蝇了 这一看美国官员更吓风了 这每一只美国的苍蝇 都可能是大疆的无人机间谍 这怎么办呢 这很有活路吗 进进进 美国要封禁大疆无人机 美国上上下下现在都变成了封人院 中国就是让他们封的那个暗号 你反正你对他一喊中国 他们就封了 点个那个月吧 咱们下期再聊